李宗廷他問的是一種水牛的問題 他說有很多人都說水牛 種一級中層 比較不會得到這個素修 就是我們一般熟清的白封告白 但是這幾年來 看到很多 在一級都有這種北京 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在一級是不是要來做治療 其實這個我們說素修 這個通常 可能一部分 一部分通常是白葉枯冰白封告白 但是有時候 那這種白封告白 它是一個細菌性 細菌性的白海 就是說簡單說是一個 所以在水牛裡面 它比較重要的就是在萬鋒 萬鋒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得到 為什麼萬鋒比較容易得到 因為一種溫度管 然後這個蟲子如果是先破口 尤其如果是有破口來說 就是說有那個鋒水 那麼它就比較容易來改這個三星 所以在我們說的通常就是這樣 這因為這個白封告白是一種 細菌性的病害 那細菌性的病害通常 比如比較適合的時候 就是說有那個破口 譬如說你去撩 這都很容易來這個發生 所以這一般在萬鋒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來捉到 這個通常是 對 但是它記著 發生不是說沒有 從今年來說這個白封告白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來改正發生 那為什麼說今年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 今年二月到四月 幾月到四月 這三個月二三四 是這個 五十年來最熱的春天 這 有人說 蛤有感覺嗎 這個 有啦 過年之後 這個溫度就高了 你看 現在這個天氣也是很快 到五月 長 長著日子 應該是長八 長 我看到我們 女兒 他在台北 你怎麼穿外套 爸爸很冷 很冷 我說多冷 不到15度 蛤有這麼冷嗎 說 對 晚上很冷 這 長著日子 溫度經濟 所以 這個也是比較少見 但是這個 極重在北部 所以 如果 你如果是比較中南部 這個今年 這個二十 二月到四月 這個地方 這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因為溫度館 溫度館 這個白 就比較容易 比較生 這個 日期做的比較容易 比較生一個很重要 這個原因就是 風胎 風胎 有這個空腔 風胎 之後 這個 這個 煽拌機 煽拌機 之後 他就比較容易 有這種 這個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有這種 這個 這個 現象 所以你說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需要來做一個 這個 這個今年一期 昨年也是有 但是他那個 不會說很嚴重 這 有時候 他這個白尾 鼓鼓鼓 這 裡面 很多是 摻雜 是這個 倒熱病的 一個 一種 那麼 當然 你用的 胸皮裡面 這個當然不是 倒熱病 這種應該是 白夜 苦病沒有 錯 也有可能 就是 病 說 在一個 風口 還是什麼 款 這個 容易有 三星 不是 他記 說 是不是 要 要 治療 落後 你也是 要 要 尬一下 尬一下 加四筒 因為 這 比早上 來說 這個 白尾鼓鼓 不會說 很難 疼 就是 白夜 苦病 不會說 很難 在 在 轉藥的時候 不會特別 這個 這個 很難 來 抵 這種 的 這些 病 所以 我們同時 例如 白尾鼓鼓 來說 我們會用 這個 烏砂熱 烏 流產 裡面 你在 轉 這個 在轉藥的時候 不可以用 鋪砂熱 所以你把 藍一個 這個 東西 下去 之後 你轉藥 因為轉藥 一定要 過 這 從早上來說 轉藥 絕對要過 所以你轉藥 你用 鋪砂熱 就是 對這個 沒有說 鋪砂核 嚴重的 ceram 就是 虛備 效果 查 你能使人 過 gonna 調 использ 但是很多人是不愛用鋪沙熱 因為他覺得說那個沒什麼好 是這個胸這個還蠻有效的 當然是他不太嚴重的時候 特別是在這個預防上 這個好個應該是還不錯 譬如說像我們比較愛用鋪沙熱 然後黏合這個培單 這個鋪沙培單 這種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你用這個東西的原因就是說 它的鋪杖不用轉油 首先來以紅 這種鋪杖都是 事前的預防 當然你可以用鋪杖的 譬如說你現在這個油比較嚴重 已經有 看這個 這個 白鋪鋪鋪鋪 你就可以 油裡面你也可以酸鋪沙熱 這就可以對這個東西 一定的這個 風遞的解切好可 所以這個也可以考慮 所以你說是不是要鋪沙熱 反正你鋪沙熱的時候 以後要稍微調整一個 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說這個 不會說太嚴重了 因為煞一個鋪 不要連鋪下去就不要緊 因為溫度沒那麼高 這有時候就比較沒問題 要喝水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讓你休息一下 這個了解 嗯 嗯